一期还能看到古代这个国人的一些生活场景 沐川竹海 抢欲其境 山好 水一好 龙家小肉吃虫宴 这边下很大的别心 生态乡村五草龙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沐川 踏足寻古之旅 敬请收看 美丽中国行生态乡村游 欢迎收看由大华农为您特别呈现的节目 前一段时间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中国汉字清写大会 让很多人感慨 这键盘打字习惯了 认知汉字的能力是明显下降 许多常见字也变得很陌生 那今天呢 我也考大家一个字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啊 那你看 这个字呢 念博 博是对古时啊 中国西南部一个古老民族的简称 他们的族人呢 被称为博人 这个民族神秘而富有传奇色彩 而今天我们要去的牟川县 也正是古时博人繁衍之地 他讲什么呢 赶紧跟随我们的外景主持人去体验一番吧 牟川县地处明江 大渡河 金沙江 三川包围之中 这里空气清新 绿意盎然 森林覆盖率高达71% 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素有绿色明珠 天然养巴的美誉 这里是千年以前博人繁衍生息的地方 在没来牟川之前啊 我就听说当地有一百多处的博人洞穴遗址 这次牟川之行的首要目的呢 我们就来探寻一下这些洞穴 那么他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历史痕迹 有着什么样的神秘呢 赶快跟着我一块去探寻一下吧 博人组因周朝驻武王伐纣有功 册封建国 明朝时期 中央政府逐渐改变政策 开始对博人进行争较 博人组逐渐消失 早在先秦时期 牟川县境内就有博人在此学居 博人的洞穴大多建在悬崖绝壁上 小时来到的这个洞穴 距离地面高约100米 洞长120米 是牟川县已开发的博人洞穴中 最大的一处 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已经来了好多游客 平平平的游客 像这个博人的门 这个是门是吧 都是门 真的仔细这么一看 好像用特别简单的 这边是一个石柱 然后上面有搭了一个石柱 形成这个形象就是一个门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石壁上还有这样同样大小的四个洞 这洞是干嘛的呢 这个洞它就是这个博人 只要是进来过后 它这个还有门 把门也关上 然后再把这个 用磨杆把它全部插上 外面的人根本来不了 也进不来 它比较安全 这处洞穴共分为七个房间 每间房都住有 像这样大约两米高 一米宽的防御形石门 在房间的外围 其处有一米五高的护栏 并在护栏上 住有约十厘米大的斜式观察孔 以方便观察石屋外的情况 博人洞穴看似简单 其实却内藏圈肌 不仅设防严谨 洞内的构造也相当适合居住 石屋内 现仍保存有石桌 石凳 石灶头等生活用具 从入口至内屋房间 都早有饮水沟 以方便水源的积蓄和排流 洞穴内的每一处构造 都映成着博人智慧的洁净 像石屋你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 猜一下 这个 这个看这个形状 这个长度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凹槽应该是 刚刚可以躺下一个人 是不是当时这个 博人为了取暖啊 会躺在这里边 这样一面靠墙 会稍微闭一下风 我这个床是对的吗 你是错了 床不对吗 不是床 休息的地方吗 休息的地方 有点强取不够的 对吧 靠东西 靠衣服 靠衣服的 这个被挖空的 床方形的凹槽 到底是博人们 用来做什么的呢 就是博人用来水干 不流水沟 把水流下来 呈发在这里 就生活用水嘛 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 它是从这个崖风里面嘛 这个崖风 它这个水草 崖风里面流下来的 我们能现在非常清楚地 看到现在这个 石壁上的这些 这些沟道 就流的都是山泉水 然后顺着这些石壁上的沟道 就流到这个地方 博人洞穴不仅彰显的 建筑上的智慧 也透露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在洞穴内的岩壁上 刻画着各种各样的壁画 有一部分已经被后人修复 虽然线条粗广 但是图案形象传神 在这个上千年的这个 博人洞穴里边呢 我们依稀还能看到很多 当时古代这个博人的 一些生活场景 在这里边 像他们的这些建筑风格 也非常明确啊 像他们有非常 有自己的这个起居室啊 厨房啊 还有活动室啊 像他们在建筑上 也是非常有精巧的设计的 从一些排水设施 还有防御设施 我们都能看到 古代博人的智慧 神秘的博人洞穴 位于当地著名的 牧川珠海景区内 居住在这里 不仅安全无忧 而且周边的景色 更是美不胜收 绵延十万亩的竹林 葱龙翠绿 气势雄伟 如果运气够好 还能碰上远海奇景 让您如履仙境 牧川珠海内 以磁竹为主 与其他竹类相比 磁竹韧性较好 也具有比较高的经济价值 当地颇具盛名的 牧川竹边 与牧川小活指 就是选用磁竹作为原料 牧川竹边历史久远 清秀淡雅 立体感强 许多作品都曾在上海 世博会上展出 深受各国游客的赞赏 这边常来那边活 那边活 我现在呢 就在牧川竹海中的一个高山湖泊 叫做永兴湖 听说这个湖里边的水质是非常的好 这里边有很多这个野生的鱼类 而且一年四季呢 都有野鸭子在这个湖里边游 听说呢 在夏季的时候 这个天气非常热的时候 经常有游客在这里划着竹排 会有这个鱼啊 翻通到这个竹排上面来 而且听说在一些邻村呢 这个也是他们的饮用水源 再来一手 城的竹阀 荡荡油油飘荡在湖面上 轻薄碧水 竹影摇曳 山光与水色同情 风鸾与碧水变绿 仿佛进入一幅 充满失忆的山水画卷之中 山好 水好 这个环境空气特别好 我就喜欢这种全是竹子的感觉 对竹子包围的感觉 不错 在牧川竹海 还有一处带有传奇色彩的景点 骁洞飞虹 传说这里 曾经是八仙之一的寒香子 得到成仙的地方 在飞铺的正下方 有一块巨石 行死乌龟 这块石龟经寒香子的点画 有了灵性 便一直守护在这里 骁洞飞虹景区 还有最养圣地的美誉 据当地环保部门监测 景区内富氧离子含量 每立方米高达3.5万个 是我国空气 富氧离子保健浓度 平均标准最高等级的16倍 小时 在我们牧川竹海 不仅有美景 还有美食 确实 刚才就走了这么一小段路 我已经发现 有三四家的农家乐了 那现在我就带你去一家 我们很有特色的农家乐 好 走吧 有新鸡农家乐 这个大姐是在 大姐您弄这些东西 这是要泡酒啊 还是要干嘛呀 就超来吃 牛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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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炸吃这些东西 我有见过吃这个蜂涌的 但是笋虫是我第一次见 然后最奇怪的就是 我没有见过这个 感觉像一块一块小石头似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也是虫子吗 富氧名叫八匹虫 一般都称它为五香虫 五香虫 大姐这好吃啊 而且一般那个 爱心 一般喝酒的人都喜欢这个 很香 用它来烤那个花生米 虫子宴是牧川当地的特色美食 而最具特色的 便是这小小的五香虫 俗称打屁虫 打屁虫地形扁平椭圆 呈黑灰色 居住在河滩旁的鹅卵市下 善于飞行 以植物枝叶为食 在被捕捉时 会放出怪异气味 因此得名打屁虫 闻有怪香 咬有脆感 脚有滋味 吃了开胃 这是当地人对打屁虫的描述 那么 这其貌不扬的虫子 到底味道如何呢 好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呢 就是这个当地非常有名的虫艳 然后一个呢 是蜂蛹 一个呢 是笋虫 一个是五香虫 就是当地叫做打屁虫的一个虫子 尝一个怎么样 好清脆 清脆的声音 雕像体化 虫子的雕像 我能听到它嘴里边咬虫子的 那个声音 然后加上我嘴里边咬虫子的那种声音 踏斯踏斯 踏斯踏斯的 两个声音交在一起 那我再尝一下这个 我刚才疑惑了很久的 这个打屁虫啊 里边是不是 是不是要下很大的决心 吃的时候 其实要就着那个 里面炒的不是花生米吗 就着花生米吃吧 对 就着花生米一块饺 那样子能避开它那个 因为有些人吃不习惯的那个味儿 花生米一块饺 感觉应该不一样了嘛 本身的那种 脆香 然后再加上花生米的那种香味 口感就非常好了 味道也非常好 就难怪当地喝酒的人 喜欢用这个当下酒菜 对 喜欢用它当下酒菜 当地人呢 有一种说法叫做以虫代客 对不对 就只有在这个生菜特别好的地方 我们才能吃到像这样的新鲜美食 才能更好的吸收他们的营养 所以说 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好的去善待大自然 大自然才会回馈给我们这样更多的惊喜 比如说就像我们今天的这道虫眼 旅游想提示 牟川竹海是国家三一级旅游景区 距离牟川县城20公里 门票价格为39元 景区内不仅能够欣赏到原生态绿色美景 品尝农家特色虫眼 您还可以到竹林里 便宜把挖竹笋 找笋虫的乐趣 让您的身心回归大自然 刷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当地传承了很久的 这个一种民间艺术 叫做牧穿草笼 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这个穿着颜色 金灿灿的衣服的这些大哥们 拿着用这个 草笼编的这个草笼 配合着这个音乐声啊 锣鼓声啊 在这里把这些笼 捂的是唯妙唯笑 气势磅礴 那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刚才捂草笼的这个 捂龙珠的这位大哥对吧 对对对 我刚才看见这些大哥 你看有的已经发白头发了 这些岁数是不是都已经挺大的 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 那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当地村民呢 对对对 都是当地村民 对对 自发组织起来的 牧穿草笼又称黄龙 是园玉堂那里一种 由稻草编成的龙灯 是国家级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 由125人舞动的 长约200.8米的牧穿草笼 成功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草边巨龙 如今牧穿草笼已成为当地的一项特色旅游向女 享誉巴蜀 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牧穿草笼做工惊喜复杂 整条笼的制作需要五六道工学 编里条50米的草笼 10个人要用20天的时间 制作草笼的选材也相当的讲究 必须选当年新鲜 未浇肥的寿藏稻草为主量 四年左右的磁竹作为龙骨家 重中之重就在于整体造型的绑扣 龙的蝶子是牛蝶子 甘纳是鹿子甘纳 然后尾巴是尼秋尾巴 甚至是蟋身 它是鸡爪 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牧穿草笼的一个特色 牛鼻 鹿角 然后蛇身 尼秋尾巴 还有鸡爪 陈大哥是牧穿草笼的第四代 传承人 边牧穿草笼也有三十多年了 如今在整个牧穿县 也只有屈指可属的几个人 会边牧穿草笼 这门传动手艺已经濒临消失 保护好 开发好 利用好牧穿草笼工艺 已迫在眉睫 旅游小提示 现在游客到牧穿来 不仅能看到当地特色编排的牧穿草笼 还能购买到一名以下的小型草笼 这种小型草笼 做空精致 已经成为牧穿特色的旅游产品之一 在这座被绿色覆盖的古城中 神秘的博人文化 秀美的牧穿竹海 以及妙趣横生的草笼艺术 无一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牧穿人的勤劳与坚持 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如果您放慢脚步到这里来坐一坐 您一定会和我一样爱上这里 美丽中国行 生态将尊游 我们继续出发 在牧穿呢 还有许多的风景名声 值得您去一看 像云征侠卫的五马瓶景区 原始优深的黑熊森林公园 神奇规律的黄丹溶洞的 都是不容错过的好地方 坐红雕错的山间溪流 温暖温润的气候 污染的水域 也让这里呢 成为大泥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有着娃娃鱼故乡的美誉 如果您寻找的是一处 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 那么木砖绝对是您的最佳选择 说起大名鼎鼎的海南博豪 无人不知 走进博豪 当地人都会热情地向你推荐 一定要去美亚 博豪镇美亚村 仅靠万泉河 难忘博豪亚洲论团就职 自然风光秀美 村子趋近通幽的田津小路 独具琼海民居风味的金砖老屋 配上用老椰树干制作的凳子 处处飘散着浓郁的古村味道 其实美亚的美不在于飘香的槟榔林 婀娜的芭蕉树 不在于贝壳 石头等装饰的乡间小道 不在于他的青瓦白墙 吹烟鸟鸟鸟 以及野花 有人说 美亚不是一个地方在美 而是众多风景一起美 那么到万泉河泛州 后闲而歌 那么到三江入海口沙滩上 撒野飞奔 那么到龙潭岭上 挺寺院晚中随风飘送 定是别样风情 有人说 美亚不是一个村庄在美 而是和周边村庄一起美 只有22户人家的美亚村很小 占地250亩 23个足球场那么大 但它的周围 还有枕水潮裂 密井岭头 石巷南墙 寻味大陆坡 四个田园村庄 与他们一起 构成一个和谐的乡村旅游图画 有人说 美亚美在生态 美在乡土 美在自然 美在人文 在琼海市政府的支持下 美亚村在原有的基础上 引入农家旅馆 农家乐 青年旅馆 自行车 汽车 露营地 旅游驿站等 在这里 竟然不拆一间房 不砍一棵树 不争一分地 把旅游元素 融合进来 改造成旅游村庄 在这里 村民有就业 有工资 有分红 群众心里乐开了花 这个依靠群众 相信群众的美亚模式 可以在海南全省推广 那么 美亚的美 还有着怎样的美呢 戴上 发现美的眼睛 向着美亚 出发 今秋时节 走进世界古年景之江 长在树根上的村庄 为何让游人赞叹不止 您喝过树根下流出来的山泉水吗 您见过 异族人像摩天鹅一样的秋泉吗 长在树根上的村庄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